上台藝術吧 看得到嗎?可以齁 掌聲 欸?你在幹嘛? 趙師姐快到了 我再說送給老師的卡片呢 趙師姐?幹什麼? 要拜拜嗎? 才不是 那是剛才是 我們大腦口重名聲稱的聲稱 蛤?中名? 才不是 是口重名 也就是至聖謙虛童子 喔 所以教師姐到底要幹嘛? 那我現在就來跟妳說 教師姐的由來吧 以前啊 學校都只有位子能上 那種學校也就叫做 欸 廢話那麼多 我就是貴族學校 對啦 對啦 童子鬧在於 就對大家說 只要你們願意 帶書修過來 他就願意教 蛤? 書修是什麼? 就是肉根啦 不要打斷我 童子就對大家講說 只要他們願意帶書修過來 他就願意教 後來人們為了紀念童子 就代方的生意 也就是9月28日 來定作為教師姐 喔 原來如此 所以妳的卡片做好了嗎? 做好了 做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一起去送給老師吧 好 我們這個學校的首席教師 讓校長 送給妳 祝妳教師姐快樂 才不是 明明就是我 好 謝謝我們的小市長 還有小市長團隊 好 我們掌聲 好 看前面拍個照 好 陳婉老師好囉 好 陳婉老師好囉 欸 等一 那個 有沒有信封啊 有沒有裝起來啊 喔 好 校長要自己裝喔 欸 今天怎麼這麼多人在這邊啊 當然啦 因為今天是 黃爾冰國小 教師姐的慶祝活動 台下的學生 有位老師準備 精彩的表演 那我們現在就來歡迎 第一個表演 手工行社帶來的兩首歌曲 請手工行社地上台 謝謝